国内爆发医院群聚感染疫情更加严峻 也让捐血情况雪上加霜 台湾血液基金会指出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每年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血缘短缺的情况 因此呼吁社会大众踊跃捐血帮助病患 还有捐血的时候务必要记得佩戴口罩 国内爆发医院群聚感染疫情更加严峻 也让捐血情况雪上加霜 台湾血液基金会指出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每年遇到年节前后就很容易发生血缘短缺 加上农历年节假期长 天气寒冷感冒民众多 晚宿捐血的人数大幅减少 而109年因为疫情一项 务血工作更加艰难 109年1月到12月 总共捐入271万1130亿单位 较108年来得少 负成长0.561% 在疫情影响下 要满足医疗用血 得靠社会大众一起努力 为了储备农历年节血液库存量 台湾血液基金会呼吁民众不忘捐血 并且养成定期捐血的习惯 让年节期间需要用血的病患 都能安心接受治疗 而今年的捐血月 从1月10号开跑 持续到2月10号 捐血月期间 捐血者可以获得捐血月纪念某一顶 另外也提醒民众 前往捐血作业场所 务必要佩戴口罩 捐血不忘防疫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继续生命战门期新店采访报道